選好想吃的麵包放入機器 螢幕馬上顯示總金額 超快速就算好價錢 用AI結帳超方便 但要寫出程式做出機器 可沒那麼簡單 這些全是出自這三位可愛 靦腆的國中女學生 就是可以減少一個負責收贏的人 人力 因為使用塑膠袋 它沒辦法賣熱的麵包 它是使用紙盒之後 它才有辦法賣熱的麵包 宜蘭羅東東光國中的三名學生 日前在兩名老師的指導下 到台師大參加 第二十屆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有超過一千五百名 來自二十一個不同國家的師生參與 也被稱為青少年的科技奧運 國三的鄭佑熙和國二的鄭一雲 以及國一的鄭育齊 以移動式人工智能結帳系統 榮獲便利生活組的金牌獎 還有台灣白金獎 在幾百名學生中脫穎而出 三人關心到商店結帳 因為有條碼 因此快速方便 但在麵包店裡 大多商品是無法貼上條碼 店人得要一個一個輸入價格 不只費力費時還有衛生及環保的問題 在老師的帶領下 利用AI偵測面包的形狀 就會跳出價格方便結帳 要做出更多更完整的作品的時候 要學習更困難的東西 我不是每個東西都會 然後其實我只有負責硬體的部分 要做出好的東西 沒辦法只有我一個人 歷經一次次失敗到成品出爐 三人分工合作 彼此互相學習成長 不只得獎 也得到了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 TVBS新聞嘉誠藍廷 宜蘭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